MING PAO TORONTO 以上的话呢 8月30号前最高送 Hami Point 700点商品卡 然后还有网络申办 再送600点 甚至还有Hami Video 电视戏剧馆 两个月的零元优惠 所以各位如果在家 没事做的话呢 赶快就去申办 我们的中华电信光世代 以及Hami的各种方案了 没错 哇 来到了今天的第二场 你知道刚刚那个广告时间 我们前面还在那边吹HK 哇 这场比赛打得多好 B本多强 然后一结束之后呢 我们两个一口同声 怎么输啦 怎么输啦 因为我觉得输 我刚有回想一下 为什么会输 而且输的感觉是 完全没得打的 所以主要原因是 台北战队自己的失误太多 而且在队伍的配合上 我觉得很散 我记得印象中有一个预示者 是台北战队主动去开的 然后小B赢了一个TP 但他是选择TP下路 然后他的队友还是去开了 所以那一波炸了 然后有一波是 HANA也去开了那个预示者 然后我忘记是同一波 然后瑞神 他从大纳尔变成小纳尔 他们还是要打 你说很衰的那一波吗 就预示者回头 那个就是他们自己也没玩好 对 那当然运气不好是一个成分在 但就是整体的配合上 都没有利用自己在阵容上面的优势 跟能够发挥的点 特别强的时候去找事做 他们找的每一波团 都很像是没有配合过的 所以打得这么零散的情况下 才会被B本的匿命一直找到机会 这个才是台北战队 刚刚为什么会输的一个重点 对 而且真的是 我得说真的是一盘沙 我感觉你怎么有点情绪起来 我没有 就是我觉得 今天台北战队这个阵容 其实我觉得体系上蛮简单的 你就是B团 当然你要分推也可以 但你要分推 你就要小心对方匿命的 这个可能抓你比较弱的一边 就一直抓星朵的这个点 那刚刚台北战队就是真的一直在推 然后推完之后 他们的团都没有打起来过 代表说他们没有打过一个正式的团 那你选择纳尔这只英雄 就完全失去他的这个效用吗 你不可能选一只纳尔 就是我为了选纳尔 然后我为了分推 那你不如选一只甲克斯 我不如选一只菲娃拉就好了 对还有更多的一个选项 而且我们刚刚这个吉利在讨论的一个点就是 为什么不把B本他的匿命BAN掉 我们前面有提过B本他在目前季后赛 就玩过两只角色 一直叫匿命 一直叫李星 然后李星刚刚哈娜抢 那如果再把匿命给BAN掉 这B本好像没什么角色啊 就是今天很明显B本拿到这只英雄的时候 他可以拿到100分 但拿其他英雄可能就是60分起跳而已 要BAN掉了 那为什么不BAN 对所以这把台北战队做了一个 算是这方面的处理嘛 虽然东山刚刚真的 你对线内容没话说 他赢了100只兵 但还是赎人就没用 结果论 对这个就 你可以说是结果论 但就是你今天拿了很多的钱 但你没做到事情嘛 对你说你拿那么多钱也没用 就你拿那么多但你赢不了 对你赢不了 对啊 有些人伤害不用打得多就会赢啊 合理啊 然后这边的话再一把 再一把 again 我觉得该换东山玩了吧 我自己是比较想看东山玩 我觉得在BP上 你不能保定说这个一定要谁玩 因为当今天角色有摇摆位 甚至在蓝方的时候 你就得把他的摇摆效果发挥好 发挥到极致 因为其实刚刚前面对线的话 小V拿新土牢 他也没有打出NNN 他是在支援那波掉伞掉TP之后 节奏才送还给NNN的 那这也是小V刚刚 我觉得他在跟队友的配合上 比较大的问题啦 因为当队友去坐眼 或者在边线分带的时候 小V是真的 每次都是一个人就被对方 可能某只英雄的视野看到 逆命就飞过来了 所以他刚刚就是 说实在 他也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够能够发挥 哇那现在我少了一只 可以飞比较远的 我拿一只飞比较近的雷兹来了 对那这边应该会把艾希按掉 因为这个星朵拉还是一个摇摆空间啦 甚至星朵拉打雷兹前面的对线 能够打得很顺的情况下 HK应该还是会把星朵拉 摆在中路线的这个可能性 摆得比较高一点 但卡蜜儿我记得 蛮多的赛品 包含的是老三 然后乌龙甚至六弟老师也有提到 就是卡蜜儿其实在现在这个版本 基本上算是一只 非BAN集选的角色 他没什么角色 说实在你玩的好 真的没什么角色打的隐秘 而且他那个体系又很硬要 就直接插进来 主要是他现在能够配的阵容太多 希格斯逆命的抓边 然后或者是你存在的边线 你打团也很强 你后面一脚那个AD头就没了 所以现在的卡蜜儿 是真的可以盲料 甚至台北战队这边也不去封锁对方的打野 他就是我就把 不封锁对方的上路去保护卡蜜儿 这个也是前面一开始赛前有提到啦 我觉得在单人线上的操作能力上 台北战队还是赢蛮多的 但刚刚输的点就在于 他们没有发挥他们的操作 这就输了 哇 已经三边打野了 这边威尔哥造星奈德利都没了 这里还有熊 熊欧拉夫都还在 然后朗德吗 朗德可以打李星 但就比较被动 就是比较打偏反开的 就是打反打的 那配GAME上呢 配个雷茲也没有像是 什么李星造星配雷茲那么强 这边现在是要考验小V的时间了 是新朵拉会下路吗 还是回到传统的射手 麦希没了 法洛斯也没了 那 几英克斯吗 我记得之前是有拿几英克斯 入玩一个大AD提系 所以PSG的时候有拿过 就是之前有拿过 那辅助位上的话 潘肯齐 我觉得 只是可以选开战的 这场好像开战比较偏向在上路这里 是因为你选潘肯齐的话 其实潘肯齐就是 潘肯齐这角色比较怕特朗的 他比较怕他 对 除非就是这把就是 污底就是原来站后面 那确保自己不会被助到的情况下 几英克斯才能够一直狂点 因为那个潘肯齐 对他才会有一个就是保护的作用 那拿布朗姆的话 就是牺牲前面的对线 然后在后期至少 对上朗德的话没那么怕 就是朗德这次角色 不管打野或打斧 对于坦型辅助来说的 这个限制性都太大了 但布朗姆他自带一个 位移能飞回队友身边的话 就比较能够保护自己 所以现在的话 这边如果亮阿卡丽 是Rock的阿卡丽吗 我觉得这里有 赛特吗 他真的亮阿卡丽 哇我觉得阿卡丽其实 要玩得很好才打定卡蜜尔 我这边的话 应该票还是会给到JTim这里 因为我蛮喜欢 这个卡蜜尔这次角色 然后另外还有东山 这次终于拿到新朵拉了 哦 东山的新朵拉呀 我还是会投给台北战 这位第一点是 上一把其实MN跟K 说实在也没有玩到 只有他们还没有发挥出来 那两边这一档都选择这种大 AD阵的话 其实就是两边下路互弄嘛 所以是比前面上中野的碰撞 那前面上中野的碰撞 我个人看好卡蜜尔李星加新朵拉 前面碰撞超级强 那右边就是中上都是发育角 然后朗德是比较偏 功能型的这个打野角 所以我也会投给台北战队 对不过在预测方面啦 必须要说台北战队 其实蛮会欺骗大家的感情的 因为我记得在对上BOOM的那个系列赛 我很印象深刻 就是因为那场是我播的 然后第一场比赛就是所有人都投台北战队 然后台北战队第一场就输了 然后后面大家就直接转投BOOM两场 然后就台北战队就赢了两场 那我觉得看台北战队调整状况怎么样吧 因为他们对上BOOM的那个系列是让一追二 对就是调整的还算快 那这一把的BP也像刚刚跟这下讨论到 就是他把逆命处理掉之后 就会考验到就问题丢给Beevan嘛 你少了逆命之后你还剩下什么 我Beevan在他例行赛的印象啦 就扣除掉逆命之外 我比较有印象的只有辛朵拉 就是他那场辛朵拉好像要打赢BYG 那你现在看HK的阵容 其实他就是全线发育 那台北战队尽管团战可能打的不是那么出色 营运上也有一些漏洞 但台北战队的对线是 至少在PCS各条线路都算是数一数二的 怎么感觉台北战队好像只有对线可以拿出来讲 今天就是HK他拿了一个发育阵嘛 那你对线如果扛不住 你可能会被台北战队碾过去 对但你扛住了的话 在后期的团战发挥 我看阵容是也没有说 一定打这一厅会特别好打 因为对方也买了一个金 甚至有卡蜜尔的分队 我也可以不用跟你打团 所以这把就是看HK 前面对线的扛压能力怎么样 因为前面的数据有提到HK 在前面是比较容易处于落后的 而且当空月拿到一支比较偏 功能型的打野的情况下 他不能主动去带节奏或强行gank的话 HK可能就会打得比较卡一点 对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HK获胜要素二 空月拿头 但特朗德就 拿头就 拿头不会赢 他就还是朗德 所以这把HK就是要扛 因为如果以论前面的BP的话 第一把台北战队比较像是他们 就是三路浓到后面然后平团 那这把就变成HK要处于这个角色 那就要看他能不能够在对线扛住 甚至以中路来说啦 中路雷兹打辛朗拉超痛苦的 而且辛朗拉完全不怕特朗 手短 然后特朗德过来直接推走 对直接推走 他只要推 他其实推雷兹也可以 因为特朗德一个人伤害 不可能秒掉辛朗拉 所以这里东山这把是可以进行的压线 这场比赛的话 追战队看一下能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中野联动 但我们通常讲到就是 你毕竟选了一个雷兹嘛 雷兹这角色其实配更是能给对方的中路压力 可以 但配朗德比较难 他如果配了什么李星之类的 只要那个中路愿意交散 其实都杀不太到 嗯哼 对 但东山不好说 他有时候不会交散 对东山他其实 被首杀的几率 被首杀的几率是 蛮高的 所有PCS中路里面最高 他是第一名 而且在台北战队也是第一名 对 对好像25%是他嘛 对就是台北战队如果他们有10次被首杀的话 大概有5次是东山 然后接着剩下5次是剩下4个人去平分 那现在的话是下半部的一个对决 这里在抢草丛 不过有一个眼睛定过来 引动冲击有命中 然后接着的话是一个大炮在K的身上 哇这里又是点爆 其实跟上一把的画面有点像 就是以一等对线啦 小V跟WUDI这边打的还是比较强势一点 对 就在换解上面他们这边是帮HANA开 然后先到这个线上 然后还直接爆打对方一波 哇那感觉对线的硬实力上面应该算是有差距 你看上路也是 上路阿卡丽前面打卡蜜尔也是完全没得打的 所以这会让台北战队前面会过得蛮舒服 哎呦权重直接打个治愈了 哇 有点简单啊 但我记得上一场比赛 虽然说也是追战队下路的压境局面 但好像MN亚非6的CS完全没输 呃因为最主要是小V的几波支援 第一波是TP中路嘛 然后后面是跟队友是稍微换了一下线 所以MN就是正常农兵而已 但你看现在三条路全裂 这也是Education的这个阵容要付出的代价 哇那现在追战队是什么 三线全优 三线全优 那爽的是谁 这个打野位置 哎对 是吧 对 就是他想干嘛就干嘛 哦那这场比赛是哈拿发挥的局了吗 感受到了吗 那个李欣 这把我觉得他就是 呃这在这种三线优的局面 打野有两种选 呃选择 第一个是你可以抓对方线路最低的去执行塔杀 第二种就是 你cover好你的队友 甚至进对方的也去抓打野位置 你的线上队友就可以压得更轻松 哇又踩到夹子了 这里一个刷刷到两人 无敌完全不怕呀 哇 没套虚弱要倒了 再打出一个晕眩 这里已经交了两招了 哇来了来了 推到有可能杀哦 明选的推 推到抹野虎啸融影 直接倒地 中野连洞 全定展开 哈拿选择第一种 就是我不抓打野位置 但我要往对方可能陷入最脆弱的一条 直接进攻 那就配件 就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就三线优的打野就这么容易玩 就这样 就这么容易玩 你的選擇太多了 你三線列的打野就是 我看一下這個核心能不能吃 然後這裡有沒有人 你好像很懂三線列的那種感覺 這裡可能要打閃嗎 Rest危險了應該也不交閃了 直接死去HK馬上還以顏色 這感覺 這一定的溝通出現問題 因為HANA已經吃上核心了 這個就是打野跟線上的溝通配合怎麼樣 他已經吃了上核心 然後去下路還看到下核心 代表特朗德一定不在下 那這樣不是高級在上嗎 就是雖然對他們來說是 完全是黑的 但今天一個李星人扣到雙核蟹是 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容易的 那你控了上核 然後再去下核 欸還沒有特朗德 那特朗德可能就在上面 那你覺得這個應該是要打野跟上路講 還是上路自己要意思的 打野要跟上路講 打野要跟上路講 那就不太確定是不是溝通上面出了點問題了 這邊的話直接走正面來嗎 甚至剛剛他們在中路 但是東山有閃啊 勾到 有啊 直接命中東山也是倒地了 HK2比1開局 哇硬殺欸 這個真的是硬要欸 兩個閃線就是要東山這條命 哇東山直接受到對方MVP級的禮遇 兩個閃線壓臉上 但東山還有閃啦 那這波兵線就給HANA接 這個龍敢開嗎 感覺好像不妥欸 這個下路一直被推啊 而且小V是已經補過裝了 所以這個龍HK他不敢動 我剛本來以為東山不會死 因為想說他還有閃 然後色雷西直接跟閃把他勾 沒有 雷茲現在為什麼在這個版本那麼強 就是因為他的閃線硬綁那個是很硬要 那個可能比勒布朗 就是踩上去閃線綁更硬要 因為畢竟是指定技 欸安安啊卡住無敵 無敵有閃 一個勾再次命中 然後接著舉起了盾牌 反身的話是想要打出正當蜜蟻的效果 現在的話無敵B閃 HANA趕到虎啸龍蟻命中 他就被刷下來了 但接著的話小V是跟上了閃線 最後是怕不及自己狂戰的被動 再一個咻咻命中到K的身上 打出正當蜜蟻的效果 然後下半部HANA是miss了一個虎啸龍蟻 空月想要硬換 最後一個啃咬是換掉HANA 差一下的普空可以打出暈眩 這裡哭哭蜜蜂 哇這裡空月有點水行者 所以他把這個距離給拉開了 我剛看那個他在河道有加跑速 我感覺欸 不知道他有沒有點水行者 那 這邊看一下 感覺是有啦 然後這邊打起來 屋裡先被打殘嘛 那血量 是拉開了 但後續 HANA這個Q雖然有Q中 但K這邊玩得超好 他把他刷下來 那HANA這邊感覺有點急欸 他沒有理由跟 前面期沒有任何一隻打 也可以跟朗德單挑 好 就是朗德前面咬一下那個Q 你就基本上已經廢一半了 好快啊 一直跑一直跑 哇 整個柱子高歌離席啊 那這裡打下來的話 還是 在人頭的交換上 就也還是平開 所以 但關鍵是小B這把很肥喔 小B這把剛拿了一顆頭 然後補了一個攻速鞋 然後瑟雷希又來 這次是蹲在了Beeven的身後 不過現在的話 一邊是Beeven沒閃 一邊是星躲在有閃 所以要Gank應該不容易 這裡就是還是看卡娜發揮 因為現在李星的肥度也是在的 然後他已經浮了一個鐵刺片 他的爆發配東山爆發 其實要殺這個Beeven並不難 所以還是看一下東山的推 那K這邊是過來Cover一下隊友嘛 幫忙把這線推掉 對 因為剛剛那個線的話 感覺東山是有想要控一下 然後接著的話這條火龍 那這個下路線也是回推的 上路線剛在被Gank一次可以看到這個 天平是稍微玩ROCK這邊傾斜 對HK來說是一件好事 可是會讓他們的三條線更有一個發育的空間 對ROCK這樣比賽對線是一定要優的 喔有推嗎 有推嗎 也沒推到 推沒推到 推到就死了 推到就死了 稍嫌可惜 畢竟Beeven是沒閃的 是 但這裡Beeven其實反應感覺有點慢一拍 因為HANA已經插眼了 他還往右邊走 但還好沒被推到 因為這個被推到擊殺掉 這個龍可能就要給了 想斷斷的到嗎 有斷到了 那這樣子的話 等一下的火龍 兩邊看一下是 現在視野都在HK這裡吧 不過中路應該新朵拉能推 新朵拉旁邊就佔HANA嘛 就是HANA選擇幫這個 銀線的中路更多的優勢 也蠻合理的 因為只要中路通的話 打兩側的物件 才會來的更安全一點 看到這個推感覺 多半有點意識到說 打野其實也在附近了 那現在MISSION 應該準備要去拿藍之類的 這裡可以拿個藍 然後看物件吧 上路擠進去了 然後這裡下路線也在往上動 所以這裡有可能是一個 開浴室子的局嗎 好像也沒有 他繼續看中路 現在的話是掌握到了HANA的位置 這裡的話 Beeven有支援的機會嗎 雷射大招也是在前面 可以起到不錯的效果 對這裡輔助也補囉 輔助是往上動的 所以看一下 會不會動物件 因為這個節奏 對於HK來說是舒服的 只要JT不做任何的事情 HK就是 絕對跟你穩農到底 因為在後期來說 他們是有三個大Carry的 對那接著的話 K繼續的跑線 繼續跑 兩邊其實都一直在幫自己的 單人線 能夠有個線權 這裡熟悉的畫面 MAD三人 再次聚在了一起 開了於是久了 但這個團打起來不好說 要看 這裡抓到 我想要把他卡下來 沒住下來 有點可惜 住下來就多打一個閃 這裡火箭射射看 超癢 不過也沒什麼事情 對於HK來講 這個預示者 JT不打嗎 但星座拉靠的有點慢 這裡要硬偷嗎 這裡想要拚重擊 但雷茲可以正面過來 來看一下最後的話 這HANA偷到的預示者 然後REST還想要打這麼多團 過側面的話 應該是要選擇拉退了 對 這裡東山 丟了黑暗星體下來 來 我這一次在第二場比賽 變成 HANA的反手尾攻 這裡就是 也是一個55中 但HKA他是 會比較有點優勢 因為 東山靠的其實有點慢 那最後就是靠 HANA的拚重 搶一下這個預示者 把這個節奏給拉了起來 那這樣他們有機會 再帶一條火龍 就看一下兵線 中下都是推的嘛 那上路 瑞蛇是沒有TP的 那阿卡莉這裡 如果這天也沒有的話 就直接開 差不多時間吧 應該是同時交的 就拿來回線的 所以這裡HANA就直接開 真的是5050中級 上一場比賽你中到 這場比賽換我 一人一條 然後這邊的話 再拿個火龍 這把HANA的節奏就好很多了 而且HANA這一把 也是有一直在刷 空原這把CS會這麼低 原因就是他一直在cover隊友 因為他是一個 如果不幫隊友的話 他是一個三線全力的打野的話 他什麼事也不能做 所以他都是蹲在隊友旁邊而已 對但 畢竟你是一個特朗德嘛 總不可能特朗德整場刷 特朗德整場刷 好像也沒什麼用 我覺得前面的這個102 空原已經基本上把特朗德 這隻英雄 在自己線上陣容長這樣的話 已經把節奏帶得很滿了 所以也讓現在其實11分鐘 台北戰隊並沒有把這個經濟給拉開 打分數的話應該有個80幾分 一定有一定有 就是這把他能做的其實都 該做的都做了 他就是做了一個朗德 所能做的全部事情了 如果你今天線路是優的話 朗德其實配中服野連動 有一個朗德其實很強 因為你駐到一個人就是打一個散 但這把你可以看到空原 根本就不可能過河道 因為哈拿第一個時間點 都一直在保護東山推線的話 朗德過河道就很有可能 被台北戰隊推線的人反夾過 反夾在對方的野區 就完全不能跑 所以空原就是盡可能 你看又來當保母人 哇一直就蹲在了自己隊友的後面 但我是建議不要來吸經驗拉 雷之肥比較重要 朗德有六等就好了 對對對這裡你看 保母掃眼士 掃眼保母 哇看一看 這裡沒有眼 右邊是安全的 哇一邊是保母 另外一邊的話哈拿 變成是東山旁邊的騎士啊 這裡東山下令 哈拿就衝上去 在空原則是保護作用的 兩邊的打野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確保這個中路 怎麼一直抖啊 兩邊一直在抖 不過現在的話 空原是直接打上去 但反正一個星朵拉 直接推到超能解放 就拍了一個閃線 直接踹死 最後是星朵拉拿下了人頭 吐笑龍鷹命中 交出了閃線 但被綁到了塔下 最後的話是直接被反換掉 也沒Q到 哇 空了很多的技能 讓Biven可以順利的逃脫 哇 東山後面這兩個空有點可... 欸 差一點就死啦 欸 哎呀 其實 我不太懂為什麼他們會在這邊打起來 沒理由欸 是不是想要過去支援中路啊 感覺兩邊 所以可能在上面吧 因為我看布朗姆有差一根上面的岩 可能被Q到然後就被打一整套 就被灌殘 然後後面是月影不想打中 想換這顆頭嗎 我們能比較快到 喂 但是直接不讓你走兩個閃線 直接ALL IN啊 這裡 最近的下落上的線很兇啊 哇沒有關鍵是布朗姆的這個 這個舉盾舉得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在小P被勾到跟吃削弱的時候 他舉這個盾直接把 NN的傷害全部吃了 才導致 兩邊的輔助的CD基本上都打滿了 但AD的血量有一個很明顯的差距 那中路這波就 不太懂 為什麼朗德跟Biven 一邊異群打這一波欸 對方的爆發傷害非常非常高 就算朗德可以咬裝防 在沒有壓力測試過的情況下都很堵 那 那最後導致這個中路 差不多啦 跟這根斷的差不多 要普攻一下就沒了 就現在的話 確定終於要開始大舉壓盡了嗎 這裡可以 可以再慢一點 反正這個塔就是 跟斷的差不多嘛 那就慢慢來 然後剛剛在小P拿到人頭之後 目前是200的戰績 在神話裝備上面也出現差距了 喔這裡出 狂蒙之力很穩啊 因為能夠限制他的 基本上就是朗德的處子 那在掉閃的情況下 他先出一個狂蒙之力 呃 去增加自己的操作空間 他就很穩定 但關鍵還是 就剛講了嘛 空月 我覺得他這把打得很好了 但他能幫的就是 三條線路 我覺得他前面幫到中上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下路線完全幫不到的情況下 下路線就是自然的 對著對著就爆了 不干他的事 對不干他的事 但我覺得這也是 就是屋底跟這個 喔 交了一個閃線 然後沒有勾到 但刷有命中 接著的話 MISSION被卡住 MISSION是沒閃的 這邊來了一個1-2 反正在一個超能解放 BIVEN是殘血逃脫 HANA想要硬化虎啸龍 最後的話在車裡面 把BIVEN給打死 哇這個TP是 呃 來吃冰的 是 哇那這樣子 輸一個TP啊 這個龍等下不能打咧 HK 而且上半部沒人守啊 唱空城啦 這個TP有點怪怪的喔 那 這樣子 學弟有難 我要幫忙 REST開心了 REST笑了嗎 對但這也要考驗到 JT能不能利用這TP優勢啦 上一把他們是沒有做到的 我可以想秀操作啊 他想要閃線躲推 然後漂亮的勾一個 沒勾到 但後面還是殺掉 但HANA這邊踢的也很漂亮 跟 中山都有把爆發打出來之後 再一個Q把BIVEN給收掉 而且最賺的是 多了這個TP 會讓HKA等一下在 不管是浴室者跟龍的物件上 都會有一個在 資源上面的落後 哇K只有帥一半啊 這個躲掉的球之後沒勾到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到帥一半 也沒有 就是沒帥過 對對沒帥過啊 那個就沒有帥到 那該怎麼講 這剛剛就是躲個招 對就是躲個招 其實就算他剛剛被推到 他也不會死啊 因為HANA不可能踹他 那這樣子的話好像也是 緊接著地龍是出的 這個不好打欸 這個卡蜜爾兵線推進去 這裡空月能做到最好的是什麼 就交換 知道對方吃哪個物件之後 就鏡像拿另外一個物件而已 空月只能 能做的就這麼多了 那現在追戰隊可不可以去 就是追著HK去打 就變成說 我讓你先選 啊你選了之後我去追著你 這裡要做選擇了嗎 當然可以 因為現在台北戰隊 他是一個很 在對線上有個很大幅的領先 但最後如果是跟人家換的話 追戰隊可能想要去拿這個第二條的小的 這樣子換的話 對HK來說是好事 因為這兩條基本上 這兩個物件啊 對他們來說其實都很難拿 在中塔已經被推掉 然後中線都沒有限選的情況下 很難拿物件 但台北戰隊是好人 你知道嗎 那就給你吧 我們跟你換 對善良善良 這裡並沒有往死裡打 小V單吃了一個 外塔的經濟 這把感覺小V要 要Carry啦 不過另外一邊有預示者喔 這裡就是鏡像的換塔 對但這個 因為畢竟這是這天的第二條龍 後面會給HK很大的壓力 是一個水龍 小V這波回去說不定可以把第二件大鐘套出來了 他已經龍好久了 我來看一下HK這邊的人頭分配喔 兩顆是分配在了雷茲身上 兩顆是在朗澤身上 但比較關鍵的是這場比賽 MMAN的裝備不好啊 020 AD的裝備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那上路ROCK因為有吃到這個塔仙的話 應該還可以接受 對但布蘭姆是帶虛弱的 所以如果正面的 MNN跟雷茲給不到太大的壓力的話 其實只要等ROCK衝進來 台北戰隊是很好處理會戰的 這場比賽上路完全沒畫面 ROCK唯一有畫面是因為他TP過來 這TP過來還有讓我們在中路看到一下他 他們有GANK到一次啦 但畫面其實都是在中野 因為兩邊的打野 一邊是要幫辛朵拉擴展他的優勢 一邊就是在保護這個雷茲不要出事而已 兩邊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畫面要來了嗎 你想踢 這個有機會殺嗎 踢 掃 彎起來 但是下面有煙霧彈 不是很容易殺 差的有點多 嘗試 那另外一邊的話 東山要遭殃了嗎 這現在 哈娜怎麼了 他如果踹上去感覺他就要送了 因為我想說這一波的話因為輔助靠上 所以HK他們的中路可以先推 那推完之後看有沒有機會給下路壓力 這裡就算在這種情況下 台北戰隊在邊線先露人頭 HK不能在中路現在有一個優勢 他們中塔已經掉了 而且天到台北戰隊放了非常非常深的線上野 他放了兩根 所以HK在中路的動向台北戰隊完全都是知道的 不過這裡Airman直接露點的話 變成是追聽他們的兩路線都可以大幅的推進喔 對這裡 現在空月很忙 我要手中 還是去幫上 我不知道要去哪裡啊 就看哪一邊比較慘就去幫哪一邊啊 因為現在就是HK要設法的一直止血 感覺一樣慘 對 做不了太多事情啊 實際上比賽空月很無助啊 很難玩啊 這個 拿雷茲 欸他們是三選雷茲嗎 那三選雷茲的情況下打野被暗了 一直造星 前面能做是打野只剩熊了 但空月還是選擇 特朗德 就會變得 很難去嘗試到什麼進攻機會 可能空月不喜歡阿熊嗎 這裡最後並沒有選擇熊 那特朗德的話就是被動了一直cover 這個其實就是 三線鏈就是打野坐牢啦 你會發現空月很難玩 那接著的話B本 這場比賽要靠他了 現在HK是把所有的精神 學長的力量都寄託到學弟身上 好像真的要靠他耶 他剛輸100隻兵 他現在贏一隻 來前前後後 贏了101隻耶 哇這個數學的計算 而且MMAN上比賽是輸了快40隻啦 前面輸的 這個現在轉移到了MMAN身上 但我覺得這個下路線完全是 自己對到爆炸的 因為如果以前面 攝影機加雅菲利歐的對線能力 應該還是不會輸那麼多才對 但我們有看到他一等的對線 他的頭就已經被點破了 然後剛剛還有一個算是 對位上面的騎殺 所以這個也 怨不得別人 就是自己沒有玩的特別好 這場比賽好像也沒什麼打對不對 因為上一場比賽我們在 廣告和ZOD老師廣告的時間 就有稍微討論一下就是 JT沒玩到團戰 然後HK就是單方面的碾壓 所以感覺沒什麼互動性 但這場比賽好像也差不多 上一把是真的沒什麼團戰畫面 這一把的話其實也沒 就是幾波小團啦 但等一下一到龍團的話 HK一定要來打 因為現在Z team的發育有點太好了 這等一下要給我們看波大的 我覺得第三條龍 感覺HK會放 但第四條就要打了 第三條還要放 我覺得還是要放 因為現在打起來感覺就不太可能會贏 現在星朵拉是領先將近半劍裝 然後連AD位也是 那唯一HK比較肥的就是阿卡莉這個點 但只要布朗姆的虛弱有套在他身上 阿卡莉也不能發揮 所以現在打起來對HK還是很厲害 這裡親眼 往前一勾過到布朗姆 不過布朗姆的話應該就沒什麼胃口 現在亞貝利歐就站在了正後面 如果HK這條龍還不打的話 那估計觀眾們可以去叫個外送之類的 而且重點是邊線啦 上一把台北戰隊也是兩條邊線優 但因為HK有一個匿命的關係 他可以突破這個劣勢 但畢竟雷茲他支援的速度跟距離沒有匿命來的那麼優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邊線 台北戰隊就一直帶一直帶 然後帶到現在你看上路線進去了 但阿卡莉是選擇直接放邊線 然後要來守這個龍 那就會一直掉額外的經濟 還是要來打了 我只覺得這個要怎麼打 這建議不打 卡住Wudi 我有一個推快要暴斃了空月 直接逼閃了不能打了 不能打根本沒有人能進 就是 這個時候就是可能在影院上面的抉擇 這裡要拆嗎 這怎麼打 Wudi 舉起了盾牌 所有招式要直接O引來的煙火爆炸 我原來跳出來了嗎 傷害算是打了蠻大一波 對那這裡打殘對面 看會不會把這種卡拔掉吧 卡中卡中 你選要一個推嗎 高哥 欸有人沒上車啊兄弟 你怎麼沒上車啊 哇他從車上摔下來了 不是 我們這個是四人座啊 第五個人會被開罰單 那你下車 這什麼東西 所以Rock是被推下去的 我不想吃罰單 欸你下去 你下去了 你下去了 沒辦法 我們騎機車不能三貼嘛 看到警察就 欸你先下去這樣 Rock直接摔死 怎麼會沒上車啊 好奇怪喔 這個怎麼會沒上車啊 等一下有回放嗎 他是自己走出去還是怎樣啊 因為大家都上車啦 他是自己跳下去的嗎 那很像是我們以前去那個 出去玩游覽車有沒有 然後就有一個人上車 上太久 然後就沒上車這樣 老師我還沒上車啊 然後車就開走了 然後車就開走了 哇沒辦法這個 多送一顆頭 而且Rock是他們目前最肥的人 然後就這樣死了 哇呀這個難道是尿幾尿多嗎 在車上 他看到那個車開走五個大汗 他臉上撞都尿褲子啦 哇全身下面都濕啊 我的天啊 其實他們這一波我覺得 策略是好的 想要趕快推完 然後人跑 雖然卡沒推到 但也不能死人啊 我們好好的看一下 這裡你看 右邊完全不敢往前踩 勾到布朗姆 一個矩盾就拉開 雖然AN這邊打出一波爆發 但沒有前排的情況下 他們是不能往前踩的嘛 那這裡是 為什麼會有人沒上車啊 欸 我看他好像在裡面 奇怪了怎麼 我剛看是在裡面呢 還是被擠下車 他就是在門 他在門邊啦 他在門邊 那個門關起來 他剛好掉下去 我剛看 OB隻腳看好像在裡面 還他只有一隻腳在裡面 有可能喔 哇只進了一半 只進了一半 然後人沒了 後面直接下去了 這裡對於 Gitin搞不好自己也沒想到 欸竟然有人頭可以拿 這突然天上掉餡餅 這個還蠻賺的 而且重點是 中塔也守住了 如果這個中塔沒守住的話 對於台北戰隊來說 可能就 影響比較大 但中塔還是毅力不搖的在那 然後他多減到三百塊 然後龍也拿了 哇 這從這個車上掉下去的人 直接送了三百塊過來啊 那現在的話Gitin又有三龍 然後邊線 卡蜜河兩件套也是 阿卡莉的 然後辛朵拉這裡補裝 跟雷茲是平裝的 但他們現在就是可以一直拉扯 因為現在台北戰隊 就是兩分鐘的那個水龍 打贏這把就 蠻接近勝利了 但是MMA現在好窮啊 他現在是 插小V兩千 大概一兩千塊錢喔 目前的裝備 是連第二件裝備都擠不出來 小V已經是兩件半塊三件了 這把節奏是 也是比較偏營運啦 那看一下 這個龍HK要打 或者是在這一天吃龍的時候 HK怎麼下定決心 五個人上車羅巴龍 雷茲這個裝備還是有機會羅的 這麼有想法嗎 不然沒得打 正面打不可能會贏啊 這場比賽的確是比較偏向 影韻的局面 然後HANA的話 先進來探探視野 現在是做 紅區視野的壓制 這裡是給巴龍壓力啦 等對方來探草 一個卡住兩人喔 兩個人過得出那個口嗎 那就無敵被勾到 舉起了盾牌 開出了驚人 一個推式推到特朗德 這裡有一個夾車保護 李星飛進去了 但是沒有目標可以踢啊 現在的話 只能踢一個ROCK 然後Q還沒中 這邊的話 直接是送了一波節奏掉 然後接著是HK的追擊 來的是B本原地驚人 反身的話 REST也是打出力的傷害 被套上的虛弱 接著小B被勾到了 但小B因為勾到 沒有人可以碰到他 接著是小B的速度時間 即刻是要開點了 利用技的狂風之力 來到對方的面前 黃鬆 最後是由Mission收下人頭 小B叫做了閃線 直接點鋒 來了一個DoubleQ 瞄到他的Triple 踩到的夾子 這邊是一個TripleQ 那這樣子 但HANA不在 所以應該把這個線推完之後 轉巴龍等HANA活 HANA這邊是被對方 雷茲的驚人BAT到了 他是Q1Q2K 然後到B本的時候想踢 但好像是另外一個人的驚人 而是這個MN的驚人 應該是MN驚人 更正一下 就是這邊HANA是想秀的 然後 這個位置有點硬拚啦 因為隊友跟不到 那跟柱子的位置擺得太好了 那這裡Q1Q2嘛 第一個是K殘血的 他是有機會把他殺掉 那這裡叫TNN 這個驚人按得恰到好處 讓HANA頓時失去了 這個目標 那後面 HK想要失去的追擊 B本這裡是直接按一個驚人去騙了對方的裝備 但 關鍵還是怎麼小B太肥了 完全沒人點得到他 他就這樣子一直收 他雖然被這個攝影機勾到了 但也沒人再往他身上打輸出了 他就一路收到 而且他是先殺K 然後自己的眼光與腳 還在瞄著後面的人員 剛剛我看ROCK他好像是想要E 他好像反向E 結果 就直接被 被那個 金赫色W打到了 那這裡5-5中喔 一定要靠空月了 空月能否把這條龍給種下來 但是直接進去把空月給踢走 然後抽到這條水龍 抽的是行雲流水 那接著的話是追聽的開始追擊 橘往前打了一個冰河裂氣 小B的傷害是直接爆炸 這邊的話直接把M8給擊殺掉 然後POP自己狂戰的被動 準備繼續開始追擊 拿下一個Double 然後接著的話是秒數他的Triple Mission的話也是利用超能解放解放的空月 哇小B這波無敵耶 他就站著 小B就是完全戰A怪耶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 B本 想開車但這位是 也是從車上被踢下來了 他是被Kamir踹下來的 哇那這一把可能就 對HK沒什麼機會了 巴龍跟水龍魂都掉 很難玩 哇這被J Team是乘著巴龍 應該高地也是可以順利的突破 要拿高地而已 因為對方快復活了 但這個優勢也是可以拚一波啦 他們有水龍魂 右邊不知道有沒有買重創耶 目前 可能沒那個錢喔 那很貴啊 他們想要再轉中 還行 限於劣勢都是要斤斤計較的 隨便點耶小B 這小B無情開點 站著踩你的塔 嘿嘿 老子就在你前面 直接點你的門牙 然後後面的話 李星飛進來 K的血量直接升到一半 然後推的話 來了一個血量魔術師 K被變不見了 這就是東山的星朵啦 在一個意志之地 東山收了一個Double Kill 這場比賽 也是殘忍的16對6 J Team完成了回應 而且想要來洗溫泉 進到了溫泉裡面 兩個驚人開出來 在進入到的煙霧彈裡面 但這時候的話 小B開點 還有小B的一個傷害補足 被卡在溫泉裡面 完全出不來 這空月只能在溫泉裡面 抖來抖去 別要再打了 J Team 拿下了這場比賽 哇一波倒 但我覺得這一把 關鍵還是J Team啦 就是他們選擇了一個 至少上中也都是優的陣容 然後下路線是純靠自己的 對線實力打出來的嘛 然後就是各條線路就是 溫溫的發育 然後溫溫的發揮 那雖然Raze中間也有被gank一次 東山也有被gank一次 但他們的整體的陣容優勢 還是擺在那邊 前面的碰撞 可以看到 HK根本就不敢跟你打 因為沒有一個人長得起來 看一下最後一波喔 這裡HANA打得很細節 他是 原本是一個55重 但他是選擇直接把空月踹掉 然後確保這個水龍蚊拿到 那水龍蚊拿到的話 這個團就沒理由吃 空月還想用閃線去補這個重敵戰難度太高 那小V就一路點到底 欸欸欸欸 他就站A啊 他就右鍵點著就會贏 這個你來也可以 不知道耶 不知道耶 不確定 最近這個打囉 就是對自己比較沒有信心 我在這一把 小V 我覺得他一定是MVP了 他這個光對線 然後還有會戰 就打得非常穩健 對自己打出破口了 對那 對於HKA還是老話一句 就是他第一把跟第二把 都選擇一個這個容錯率很低的陣容 對但這一把選的比較發育的情況下 也像我們前面討論到 台北戰隊不管怎麼樣 他們在PZS的對線能力還是 呃 數一數二的 對那這一把就真的是對線 就輾過去了 然後你後面的團 HKA就是放放放 因為他知道他沒有一波他 他沒辦法 他沒有一波打得贏的 所以他就是一路放 那最後的幾波龍團 也是沒有辦法把握住 對而且剛剛其實 我們從三龍的那一波 就是第三條小龍那一波 團戰來看 也不算團戰啦 就是那一波 東山直接推到空越 一個推就半血 那個裝備的差距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玩 所以我記得那一波 我是說就是不要打 那一個繼續發育 因為在那波打起來之前 HKA的上下路線 都是被推進來的 那與其去拼這種 就是勝算非常非常低的團 不如就繼續發育 你就買一個夢想嘛 我多農個一兩波 比如說不定我多一件小裝 或多一件大裝 我在後面的會戰 才有拼回來的可能 但HKA他們是比較 可能血性一點 就試血 你知道嗎 這波我就要分出勝負 然後那一波一打完 甚至沒打起來 你也知道不會贏 那波一打完 就有人從車上掉下來 你知道那波是壓力測試嗎 那個測試完之後 你知道這把快倒了 你知道嗎 那看起來HKA是壓力三大 完全沒有人踩野區 然後這一把 HKA他選了一個比較軟皮的陣容 但他缺乏了他第一把的poke能力 所以在打起來之前 他們是碰不到對方的 那5v5正面看的話 就勝算真的太低了 我只能這樣講 而且剛剛已經是 最硬的人去踩野區 就是空躍 他要咬到大才會最硬 但也只能他能踩 你知道嗎 然後一踩進去這半血 就是根本沒法打 那我覺得HKA他們選擇了這種 比較賭博式的BP 也像第一把之前打之前講 就是你要玩得很極限 那這場比賽的話 兩邊的傷害就是 2萬3啊 交替了 小V把上一場比賽沒玩到的 這場比賽一次宣洩出來了 我覺得今天整體看下來 台北之戰隊就是 目前兩把好像就RES的狀態比較 穩定嗎 沒有就比較 比較四平八穩的 就也沒有綠球表現 但也沒有說打得很差 相反的是HKA這邊很明顯 第一把是靠B本贏的 但B本在這一把吃了一個 逆命BAN之後 然後對方又盲量了星爪 給你看一次 然後就這個功力全失 他這場就跟上一場的東山一樣 我就一直農 然後沒玩到 但他也沒農得比對方多 也是 因為這把角色的對位上 還有可能選手的實際上 還是有差的 而且HANA這把 做得很好的一個點就是 他確保了在三路優的情況下 這個中路線只要能夠優 邊線的壓力就會相對少一點 不怕被gank 那空月就只能cover而已 所以空月這把也是 我說實在的 這個陣容他不能發揮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的MVP 應該就是我們V 805 小V來了 還有這個 33.73%的傷害 就打得很穩 然後對線上就贏很多了 沒話說 從頭贏到尾 一個777的手勢 代表是自己的射手即將歸來 而且我覺得關鍵是 已經看了兩把嘛 就也跟賽前評估的這個對線內容差不多 就是台北戰隊的對線真的是比較強 那只要撇除掉了這種可能會支援的不穩定性角色之後呢 HK能不能拿出第二套也是這個B25在考驗他們的地方 對目前的話看起來他們在拿出第一套的時候是還能夠奏效的 不過在BAN掉了這個第一套之後呢 這個第二套 我們只能靜觀其邊 因為目前才第二場 所以看一下第三場HKA還有沒有招 如果沒招的話可能就比較陡一點 就是有匿命的時候他可以突破這個對線的界線你知道嗎 我可以不跟你對 我就從頭飛到尾就好 所以他可以潛能解放 對對對就是我可以避開這個我的劣勢 然後用我的這個可能優勢去打 因為可能台北戰隊的反應比較慢一點 就支援上面沒那麼快 但當今天這隻角色被封鎖之後呢 好像沒有雷姿可能是個替代方案啦 但這一把也沒有就是他推不贏 然後支援邊線也沒有匿命來的這麼有優勢的情況下 就這把HK就是活活的被台北戰隊掐死而已 那我們就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就第三場比賽囉